現在我們在中環碼頭 乘船到梅窩 兩天一夜的旅程 我們會在影片跟大家分享 做了什麼 快到了梅窩 我們沿著碼頭走出去 去酒店那裡 沿路都很舒服 天氣很好 又不會太曬 來到我們的酒店 裡面有廁所 沒有浴缸的 一定不能 我沒有在這裡給的了 這裡是三星酒店 打開裡面有夾蠻 有些衣架 諸如此類 接著再走 有著桌子 有張大床 沒什麼特別 還有一張梳化 外面沒有什麼景觀 因為沒有海景 在這裡 就是這麼多了 接著我們就租了單車 也是一小時 那個單車 就是雙人單車 兩個軚盤帶 只有一個可以控制 我先生控制 我其實可以不踩 不過也不停幫忙 原來我們經過海灘 真的很美 沒有什麼人 所以很寧靜 可以聽到很清楚 聽到海邊的聲音 大家欣賞一下 接著我還回車之後 就回到酒店了 原來酒店 我發現有一個 牆壁 挺漂亮的 可以給小朋友玩 讓我走進去 再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可以進去 我試過想打開門 但不能打開 還有一個單車 但不知道能不能踩 我們沒有踩 剛才踩了 晚上6點到9點 我們在酒店 訂了一個BBQ 有個海景可以看一下 還有很寧靜的 都沒有什麼人 因為那天是星期四晚 可以任用一些食物 在雪櫃裡 都幾多食物的 牛扒、豬扒都是那些東西 自在開心 第二天我們就去逛山 去銀礦灣的局部 還有山洞 大概不是很長 只是逛了一個小時左右 沿途見到有些牛牛 水牛 還有很有趣 跟小鳥一起 他們相處得很好 好像小鳥站著 牛又沒有什麼反應 他們不會打架 很融洽 所以我們也忍不住停一會 去觀察他們 就 搞笑了 我躺在那裡 沒事做 吃辣草 好像我們現在休息一樣 終於走到局部 有個位置可以走下去 看到一些很漂亮的局部水 還有聽到那些水聲音 我看到有模特兒在拍照 等他拍完照之後 然後我忍不住去 走到那裡 就自己帶一個小提琴 拉一下 拉一下視角 多久 然後我們就去了這個山洞了 這個山洞就很可惜了 以前是應該很久之前是開放可以打通的 但現在可能安全的理由 所以就封了 之後我們就去吃東西 然後就搭船回中環 晚上我們就吃日本東西 慶祝生日